中美關係急轉直下,美國總統特朗普計劃再對總值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還威脅如果中國報復就會再追加 現在計算前載要被徵稅的中國商品是4500億美元 銀機升溫的還有中興事件 美國參議院通過恢復中興銷售禁令的法案 雖然還差特朗普的簽名,但預料很大機會會生效 沒錯,在關係惡化和矛盾家劇之際 中國高調宣佈北韓領袖金正恩訪華 今次就不像之前那樣秘密進行 和上兩次訪華不同 今次金正恩訪問中國的第一日 新聞聯播就以頭條的方式 去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出席在人民大會堂的歡迎儀式 之後雙方進行會談 習近平指出高興見到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 在新加坡舉行會談 並且就實現半島無核化 建立就半島持久和平機制達成原則共識 中方將會一如既往發揮建設性的作用 他又說中國高度重視中潮友好合作關係 無論國際和地區形勢如何變化 兩國的關係都不會改變 金正恩表示中國是友好的倫邦 稱讚習近平是非常尊敬和偉大的領導人 他與習近平達成共識 將勞不可破的朝中關係 提升到新的更高水平 今次已經是金正恩今年內第三度訪華 除了今年三月的非正式訪問 他在今年五月美朝峰會舉行前夕抵達大連 兩次訪華都有與習近平會談 有政治學者認為 就算中方今次刻意將北韓問題 當作中美貿易戰的籌碼 作用都相當有限 這種牽制力量是存在的 但是很有限 一方面是美國總統川普 他是盡量地割裂或者說區隔 他和習的私人關係和中美貿易戰 他把經濟和政治做了一個切割 同時也盡量地把中國歸功 到朝美分會的成功談判上面來 在這種外交格局下 中國很難對於中美貿易戰 拿朝鮮問題來進行有效有力的牽制 他認為中美貿易問題 實際上已經反映出 中美兩國之間最根本的分歧 中美貿易戰背後所影射的衝突 其實遠遠不止朝鮮問題 或者朝鮮半島能夠反映出 中美要複雜的局勢 背後真正牽扯到的是 中美之間巨大的制度差異 巨大的意識形態 國家制度對於全球化的角色 對於國際關係的挑戰性 等等等等各個方面 吳強又說金正恩有傳 會和日本、俄羅斯和敘利亞的領導人會晤 相信北韓在外交上的積極表現 會陸續有利 有先你是記者 曾凱琪 北京報道